台中捷运在上个月市营运因为列车连结器轴行断裂紧急喊咖 而接下来呢如果是竣工延误 每晚一天就能够向日商求偿2000万元 台中人期待已久的捷运无预警出包 上个月22号暂停市营运 却因为列车连结器轴行断裂 至今故障原因还没找出 何时能通车引发外界关注 不止如此又该如何对厂商具体求偿 那这样我们什么时候想要去求偿 你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点啊 日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强调 承包的北捷绝对负责到底 但如果造成竣工延误会向日商求偿 每晚一天罚2000万最高可罚21.8亿 大约是契约金额的20% 至于何时竣工终结原型预定 这个月19号正式营运 以此换算营运后90天调整期 还得加上8个月可用度验证 尤其捷运一规定要经过一年中 极冷极极热温度考验 最后的暴君公期约落在2022年1月 我们会按照7月的部分来要求厂商物标落实 那如果没办法落实 有违规相关7月规范 那最高可能它会处理相关这20% 约略21的相关这一法则 另外台中市府希望北捷局能到市议会报告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同意 对此北捷局长回应得等调查报告出炉 不论如何民众期待的通车时间 依旧还是个未知数 记者连嘉庆王百音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怕等休闷等奏用12月12日洗 跟着中天走 掰了火二台 立刻订阅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完全免钱 同步下载中天快点TVM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 订阅中天守护台湾 刷一牌加一